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今天有一个新同学转到了我们学校 听说他是外国人诶 诶 是不是他 要不去打个招呼 嗨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 我叫小丽 你好 你好啊 我们俩是你同学 你刚来新加坡吗 对对对 我上星期才到 还不熟悉 哦 是哦 那下课要一起玩吗 你住哪里 哦 我就住在附近 我们也住附近 你大牌呢 什么大牌 她说我很大牌 我没有啊 哈喽 你在想什么 我 我 我没有 嗯 没有什么 小丽 是在问你的大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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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大牌 我 我真的很想跟你们当朋友 哈哈哈哈 不是啦 我是问你住大牌几号 就像我 我住在大牌280 小华 都在大牌285 我们是邻居 哎呀 新同学是外国人 难怪没有听过大牌这个词 她应该是误会了吧 毕竟在其他地区 大牌也可以形容 一个人骄傲 自满 其实在新加坡 大牌指的是 标明建筑物和住宅座号的牌子 为了让人们即使在远处 也能清楚地看到牌子上的号码 牌子跟号码都非常大 因此而得名 没错 如果想用在日常生活中 你可以说 只要告诉德士司机 你住的街道名和大牌号码 他就可以把你送你家 弟弟还小 不太记得自己住在大牌几号 所以妈妈不敢让他独自出门 感谢讲华语运动的大力支持 讲华语 我也可以 我是Challie Jackson Ashley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谢谢